那這個案件是衛生局接到民眾檢局 然後一次產品有糖金的成分 所以我們在昨天有到公司那邊 去進行相關的基材也抽驗了產品 那產品的檢驗大概要十個工作天 才可以做一個詳細的結果 那檢驗項目就是甜味劑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他們有提到 它這個是可能從它的原料裡面帶進來的 那這部分其實它的產品是在新北市製作的 所以我們也拜託新北市衛生局這邊 在今天會在區域工廠這邊進行製程跟原料的確認 那當然如果是它直接添加糖金納鹽 這樣的一個食品添加物的話 依照我們食安法第18條 是不能這樣直接添加的 會裁罰新台幣3萬到300萬 那如果是說它從其他的產品帶進來的話 我們可能要看一下這個產品 因為糖金納鹽它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它可以添加在所謂的鎂粉 或者是代糖粉末 但是它如果是原料 如果是這兩項或許還合格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要再去釐清它是違反相關的法規了 我們要記住對方給人家製程 這些詞立特蒙 hiçbir意思